意見報導帶來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時光 好 我們今天特別節目 把這個播出的時間延長到90分鐘 分成四個單元 讓觀眾瞭解 全球這場金融風暴 正在發生的過程 當然這場金融風暴的 這個主波段 就是來自於人民幣昨天的重點 我們看今天人民幣的貶值幅度 繼續加大 等於按照官方匯率 人民幣已經連續兩天 出現了跌停的一個發展 這使得全球市場的一個 貨幣靜免大戰 完全失控 包括東南亞印尼股市 今天印尼幣重挫之外 印尼股市今天大跌了三個百分點 同時我們看到下午開出的 歐洲股市繼續重挫 等於過去20小時 包括德股市就重挫了500點之多 到底這一次的發展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我們從人民幣 我們要大膽預測 它這一波的貶值的目標 在什麼地方 那另外對於新市場 這次的衝擊 從原來的價格到整個總體需求的衰退 那另外我們要觀察 原油價美國紐約千元油 昨天價格已經正式破底 創下六年來的新低 那我們注意到 因為過去幾段一些反彈指標 包括像澳幣油價 都是跌升等待反彈 可是昨天人民銀行的一個宣告 使得澳幣整波的反彈 出現了一個多殺多的格局 而原油的破底 更使得原物料的行情 出現另外一波的跌幅跟變化 那最後一段 我們要特別講到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出現了一個非常嚴重的 龐氏騙局 什麼叫龐氏騙局 就是老鼠會 從這次美國時代華納的一個崩盤 我們看到 其實美國股市基本上就是老鼠會 有圖有真相 為什麼美國股市 才是更大的一個危機即將發生 我們今天90分鐘節目 我們特別請教我們回來 金錢爆 帶您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